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下令 在全国曾经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地方 建造寺院一座 以开园命名 用来超度死去的将士亡灵 现在国内有很多处开园寺 都是这一时期建造或改建的 潮州开园寺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 中路是中轴县 依次为照壁 山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 藏经楼 玉佛楼 主体建筑大雄宝殿 面阔五间 近身四间 重沿歇山市屋顶 殿底装饰有葫芦 智维 大殿四周的石栏板上 镶嵌有七十八块雕刻有佛教故事的唐代石刻 同时刻有猴子 莲花等动植物图案 大雄宝殿前有一对精床 上面镌刻着准提咒和尊生咒 这对石精床 连同天王殿前的一对石精床 都是建四时期的原物 在藏经楼中 珍藏着乾隆年间的大藏经一部 这是十年八十岁的开元寺方丈 敬会法师去北京请来的经版 一共七千二百四十卷 内有汉语 藏语 梵文三种文字对照 还有木刻佛教故事 连欢画图卷 非常珍贵 开元寺东侧建筑为客堂 地藏阁 五官堂 香积厨 斋堂 僧舍 不俗经舍 祖堂 西侧是方丈室 观音阁 惠夜堂 僧舍 云水堂 珠天阁 1961年 开元寺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